《我们天上见》是蒋文丽的导演处女座 2010年上映曾获得釜山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电影奖 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等多项大奖 这不获奖无数的影片在国内却无人问津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南方的一个古朴小镇上蒋小兰与老爷相依为命 爸爸妈妈在小兰三岁的时候就去了新疆劳改农场 把小兰交给老爷 老爷每天都挤好牙膏备好早餐 帮小兰扎好辫子 然后迎着鹅毛大雪送小兰去上学 那个时候蒋介石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是小朋友眼里的大坏蛋 所以小兰因为也姓蒋总被同学们排挤欺负 他多希望能跟老爷姓唐 哪怕被叫成唐熙唐葫芦也好 他忍不住问爷爷 为什么同学们骂他是反革命狗崽子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回来 爷爷安慰他说 不要听他们家说 爸爸妈妈在新疆搞建设 等祖国建设好了就回来了 小兰听完心里舒服了一些 不禁扮上了新疆姑娘跳起舞来 这天隔壁的姐姐小翠说要带小兰去个好玩的地方 两人来到了体育馆 原来小翠是来看对象小强的 那时候的恋爱都格外含蓄 两人害羞的寒暄几句 小翠就带着小兰去了体操房 小兰看得入迷 幻想着自己也穿上体操服成了体操运动员 为了看体操训练 小兰两天没去上学 老爷很生气 要他去把戒尺拿过来 还没打小兰就哭了起来 哭声引来了小翠的妈妈 他赶紧进来护着小兰 老爷这才停手 小兰每次受了委屈就会抱着娃娃躲在衣柜里 轻轻拍着娃娃的背安抚他 像是在安慰着自己 等老爷打开衣柜时 他已经呼呼大睡了 这天老爷带着小兰去看牙 小兰问大夫挂历上的人是谁 大夫说那是体操冠军蒋少艺 你也练练体操吧 将来当个体操冠军 大夫的玩笑话 小兰却当真了 他把讲少艺的简话贴在了相册里 心里默默地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不久 小翠被选上要去上山下乡 小翠心里难受得很 舍不得离开对象小强 两人隔着人群 含情默默地看着彼此 但终归抵不过命运的安排 小翠还是走了 老爷想让小兰学习体操 有了一技之长 就不会被送去农村 但体操老师说 小兰不适合练体操 最后开在小强的面子上 还是答应了 第一次训练 小兰就被老师压得哇哇大哭 老爷很心疼 让小兰不要再练了 小兰却很坚强 说自己要像蒋少艺一样 当体操冠军 不久小兰的妈妈来信了 说他们在新疆搞建设 已经把沙漠变成了绿洲 听说小兰要当体操冠军 爸爸妈妈感到自豪 但在体操房 小兰受到排挤 队员们说她是业余的 不配跟他们一起练 连老师也不愿意交谈 转眼几年过去了 小兰变成了挺挺玉立的大姑娘 她还在坚持练体操 听邻居说 朱伟园长很喜欢兰花 她还会路过这里 邻居就说 让老爷多养些兰花欢迎她 她一高兴 说不定小兰爸妈就能回来了 小兰把这话记下了 晚上老爷让她把卖乳精喝了 小兰却趁着老爷不注意 把卖乳精浇了兰花 她觉得只要把兰花养好了 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 体操队这边 小兰还是受尽排挤 每个人都有体操服 只有她没有 老爷只好为小兰买了泳装 缝上袖子 当体操服穿 小兰很开心 继续努力练习体操 但队员们还是继续嘲笑她 同学们还是继续欺负她 小兰忍不住跟老爷哭诉 老爷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 晚上 小兰梦到自己 趁着油纸伞飞了起来 跟着火车飞到新疆 那里有她日思夜想的父母 醒来后 小兰拿着油纸伞 来到火车站 爬上了运煤的火车 可是第二天 火车又把她送了回来 油纸伞和她都不成样子了 回家后 她主动拿出戒指 来到老爷面前 但老爷却没有打她 只是笑笑给了她一个万花筒 跟她说年轻时候的故事 说着说着 小兰就睡着了 老爷怕她再跑出去 睡觉时 用绳子把两人的手绑在一起 不久后 爸爸妈妈又来信了 让小兰听老爷的话 等着他们回来 还会给她寄两个哈密瓜 很快 小兰就收到了哈密瓜 老爷把哈密瓜切开 让小兰分一些 给邻居尝尝先 还让她送一份给体操教练 小兰不情愿地来到教练家 却听到教练女儿称 自己是体操房业余的 她生气地跑了 来到树下 把哈密瓜给吃光了 日子转瞬即逝 朱委员长很快就要来了 老爷特意请来摄影师 为他们拍一张跟兰花的合影 小兰笑一笑 照片到时候给朱委员长看的 你不会笑吗 与此同时 小翠也回来了 一天夜里 小兰碰到了跟对象约会的小翠 她问小翠 男的跟女的在黑的地方 就会生小孩吗 小翠说不会的 亲嘴才会生小孩 还说等自己调回来 就会跟小强结婚生小孩 小强都安排好了 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去下乡 的确是最后一次 这天 小翠家传来哭声 小强失魂落魄地走出来 原来 小翠在下乡过程中 遭遇山洪 不幸遇难 小兰拿出和小翠的合影给小强 让她留点念想 明天和意外 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小翠死后 小兰做起了噩梦 她从梦中惊醒 走到老爷床前 用手试探她的鼻息 第二天 小兰问老爷 你怕不怕死 老爷说不怕 因为活着跟小兰在一起 死了跟小兰死去的舅舅们在一起 两边都是亲人 可不久之后 广播里传出诸委员长逝世的消息 老爷听到消息后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年纪大了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小兰父母的归期 似乎也随着诸委员长的逝世 没了希望 小兰渐渐地开始承担家里的一切 替换了老爷的位置 像儿时照顾她一样 照顾老爷 医生说 老爷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衰竭了 只有心脏还不肯放弃 那肯定是因为小兰 爸妈还没回来 她怎么放心留小兰孤零零地在这呢 时间一点点地流走 老爷的身体越来越差 连她最爱的兰花也即将枯萎 小兰不忍心看到这一幕 就用笔在墙上画满了兰花 仿佛在赋予她新的生命 晚上 小兰睡在老爷身旁 看着日渐虚弱的老爷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天 小兰收到一封信 是妈妈寄来的 可信上说 这是十年来第一次跟小兰通信 小兰这才知道 这些年来 一直是老爷在假装父母给她写信 哈米瓜也是老爷 托人从新疆买来的 小兰感动落泪 她拼命逗老爷开心 想要老爷拿起精神来 再多看看自己 但是老爷还是走了 整个家变得十分安静 老爷下葬的那天 下起了雨 小兰一直在路边 等着装老爷的棺材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非要在路边等 好不容易等来了 开车的却没认出她 她就这样和车擦肩而过 长大后 她才懂得 那是老爷不想让她 看到她下葬的样子 她去了天上 总有一天 他们会在天上见 影片杀青当天 蒋文丽一个人在摄影棚里痛哭 她说 老爷去世的前一天 我和她见了最后一面 当时她几乎毫无知觉 可当我握住老爷的手时 她却抓住了我的手 流下了一滴眼泪 这一瞬间 我终身难忘 相信看完这部电影 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姥姥姥爷 如果他们还健在 就好好陪伴 如果不在了 就默默思念吧